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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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能夠給孩子的是陪伴你一起來練習 幫孩子們 打造一個分享的舞台 今天要講的是 減輕爸媽的負擔 本上同學 常常覺得自己忘得忘惜的 這次會選擇校園安全 當組織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獨立在校園活動時 會感到害怕 透過實作 把教室跟真實世界的 界線做更模糊 我們是小學生 相信我們可以 用小小的力量改變自線 讓世界變得更新好 試試看 如果你試了你成功了 你會有很棒的創意自信 你試了你失敗 你趕快跟我說我哪裡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怎麼樣的修正 會讓你的下一次更順利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希慈 那很高興今天大家來到 熱青年的講座 那這個熱青年的講座特輯 其實是由年輕人修爸 所做的原生的創作的製作節目 那這個節目很特別的是 在熱青年提到的 熱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提的就是我們的熱血跟熱情 那所以呢我們在今年 其實挑選了13位 在不同領域裡面 各自有不同的很 各自不同的熱情 然後已經發生了 實踐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這13位青年代表 請到他們兩位來分享 從高中他們也曾經彷徨過 曾經遇到了一些困難 一直到現在 那特別是欣偉其實在這幾年 他做了一件很不一樣的事情 去選擇創辦跟發起了一個組織 叫Design for Change Taiwan 那我們可以請欣偉 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當時候 從那麼年輕的你自己 然後一路經歷了一些過程 是怎麼樣創辦了DFC 那DFC到底是什麼 那當時其實我畢業之後 從學校畢業之後 第一件事情回到 就是回到副中當老師 所以我當了兩年的老師 後來我就決定創辦這個組織 我們宗旨是每個人都是問題的解方 我們就認為 每個人其實都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要等別人來救你 就是不要等超級英雄 而是自己先成為那個解方 第一個叫感受 感受身邊的問題 再來想像這個問題被解決 會長什麼樣子 並且去想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 就直接去想我可以怎麼做 最後面把故事跟別人分享 不管你是成功或是失敗 對別人都是非常大的影響 OK 好 那DFC四步驟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會不斷 不斷不斷的看到同學們 可以 不管是會因為這樣子想要主動學習 然後團隊的力量增加 而且面對挫折 會不斷不斷的就是加油自我精進 然後開始跟真實世界互動 那最重要的就是從 那個Can I我做得到嗎 到I can 對這個世界真的負起責任 而且相信自己做得到 OK 那這個不是我發明的 這個DFC發明的人 其實是來自於印度的Kitten Bear Setty 涉及校長 他的理念其實就是我們都是問題的解放 其實他這個和平學校的校長 和平學校其實你們可能早就聽過了 這部電影呢 這一個學校其實啟發了一部非常有名的電影 叫做三個傻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三個傻瓜這部電影的最後面 有一所非常非常酷的學校 同學們用生命的資源解決 他們可以解決的問題 其實他現實生活中就是和平學校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呢 DFC現在啊 不是只有台灣在做 在全世界已經有65個國家 將近70個國家 那也獲得非常多的肯定 OK 然後在台灣呢 我們也收集到了800多個 同學們改變生命問題的故事 有3600多個同學們參加 然後將近350個老師們 一起來參與 好 那最後呢 就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哇這個人生很難啊 然後遇到很多問題好煩喔怎麼辦 然後那個誰可以 有沒有誰可以來幫幫我 那其實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自己在等的那個人 像DFC我們在講設計思考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等一下問你說 我等一下搭火車還是飛機比較快 那你一定問我說 你要去哪裡 對嗎 你要去哪裡 因為我要知道你要去哪裡 我才告訴你哪一個比較快啊 那 所以我們要去想的是 十年後 你想要到哪裡 你想要在什麼樣子的地方工作 你自己 你想要月收入多少錢 類似像這樣的想法 你自己 因為這個是你自己 跟自己的對話 那唯有這樣子 慢慢的反推回來 你才會大概知道說 那我現在可能 往哪一步走 會比較接近那裡 但是這個最美好的情境 不一定是可能可以微調的 它可能是會隨時 因為你看到一個新的產業 或什麼的而變動的 那你剛剛說那個選擇類組 或者說有一些 不一定是金錢 有可能是家裡的 不一樣的狀況 或者是你可能現在就是 沒有辦法做一個 你真的非常喜歡做的事情 可是我真的覺得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叫做比例原則 你有沒有可能 即便你現在 譬如說你在當兵好了 就是沒有辦法拍影片嘛 但有沒有可能 你一天花五分鐘睡覺前 想腳本 有沒有可能一天 怎麼樣子 花一點點的時間 為你自己熱愛的事情 做那麼一點點的貢獻 一點一點一點的 加油累積下去 是比較有可能 慢慢的有一天等到你 真的這個枷鎖 被解開的那一剎那 你是準備好的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當你已經自由的那一剎那 然後你什麼都沒有準備好 這樣子就好可惜 所以有沒有可能 我們做一個比例原則 一點點一點點的 累積一些什麼樣子的東西 請欣偉跟浩浩幫我們分享一件 你曾經做過一個 很困難的選擇是什麼 那特別是在高中或大學時期的 會也許跟在場的朋友 會更有共鳴一點 也許可以想一下 那欣偉你有曾經做過這樣子 讓你覺得很困難的選擇嗎 其實我覺得我 我算是滿 學習的歷程當中 算是比較平順 雖然說成績不是太好 但是我學習的歷程當中 很平順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家庭其實 爸爸媽媽不會特別要求我功課 所以我就算自己覺得 就是壓力很大 然後很崩潰 也都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對那後來發現 我自己真的很想要去當英文老師 所以我就努力的 往那個方向前進 那所以當主辦單位給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想了非常久 那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已經做過一件事情 那那個其實不算是困難的決定 可是那個時候的確對我而言 是要突破舒適圈的一件事 就是 那時候有一部電影叫 《不願面對的真相》 就是他在講 氣候 對 氣候暖化的問題 然後變氣球暖化 氣候暖化的事情 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對我而言 就是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個已經是非常 老新聞 然後大家都覺得 都認同這件事 可是其實那時候對我來說 我在學校的時候 雖然說學過這件事情 但是 當真的有人把它拍成紀錄片的時候 所以影像非常的重要 當有人把它拍成紀錄片的時候 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震撼 然後我就發現 天啊 我怎麼整天就是用吸管 然後那些就是一次性的東西 那就在那個當下 我就覺得 我就看到那個《不願面對的真相》 它有一個 算是一個活動吧 就是說 如果你用這一個卷 然後你影印下來給別人 大家用這個卷 可以用一百塊去看這部電影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這個好消息 我一定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然後那個時候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不是同一個班 就是我們有非常多 我每一堂課都有不同的班要去上 那那個時候我就 每一堂課的不同的同學 我就一堂一堂 去敲那個老師的門 有些甚至我根本不認識的老師 那我就問他說不好意思 就是老師你可以借我五分鐘嗎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非常棒的東西 我自己掏錢印的這個電影分享卷 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樣 因為這件事情而覺得 我們要好好的地球只有一個 我們要好好的愛地球 然後我就一張張發 然後一直一個班一個班 我一有空中午休息時間或什麼的 就去跟大家分享 那搞到最後面大家就說 那個奇怪的人又來了 可是對我而言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一點好處都沒有 可是對我而言 它非常重要 它啟發 讓我自己知道說 其實我自己一個人 可以用我的力量 改變某些 我看不慣的事情 好 現在浩浩呢 你說再做選擇嗎 有沒有做過一個 其實讓你覺得很困難的選擇 很難的選擇 我覺得其實是當時在 決定要去念影像這個事情嘛 因為當時其實我一直很想要念 出國去念研究所 現在不管交換學生好 我真的很想要出國 因為我覺得交換學生 他時間很短 就直接是等於有點像過水一樣 雖然你可以去深入去體驗他們的文化 但是也只是體驗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真的很想要在國外 可能大概兩年三年 然後真的去深入他們的文化 去那邊學習 然後去那邊學習 一般是學習他們的文化 一般是學習我想要念的東西 所以當時就想要去國外念影像 可是去國外念書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很大很大需要考慮的東西 就是錢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國外念書 除非這個拿到獎學金 或那個學校 它真的學費超暴低 但是我覺得 只要去國外念書 一年一百多萬真的是跑不掉的 真的是很 就是住宿啊 機票啊 學費什麼 一年一百多萬跑不掉 所以那時候其實要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下了很大的決心 那其實那時候我也很感謝我爸媽支持我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剛剛跟你很像 我爸媽其實不太會管我的課業 那其實很多壓力都是來自於自己 對 所以其實當時我爸媽他們也沒有說什麼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節儉 我們真的快沒錢了 所以其實爸媽 他們也沒有給我這樣的壓力 所以或許有 但我不知道他們沒有給我這樣的壓力 但是 沒開始到 對 我自己就是會給自己壓力說 不行 我不能一直花爸媽的錢 所以其實那時候 在做這樣決定的時候 我想說 這樣真的好嗎 我真的要花了兩三百萬去念一個學位 然後念回來 我可能 因為我當時其實 那時候也知道說 其實影像這個產業是非常的可怕 很辛苦的 其實辛苦也不是說可怕 就是他的錢真的是 工資真的是很不高 對 那當時 其實我真的在做這樣決定 想說到底到底又不要 就是真的去 真的去 去就是一味的去做這樣的決定 一味的去衝 那其實我當時真的是 真打過很多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好 那沒關係 就欠爸媽兩三百萬 我之後再慢慢還 至少我覺得想要做一些 我真的很喜歡的事情 其實剛剛 你剛剛說那個電影《三個傻瓜》 《三個傻瓜》其實它真的是 真的是有影響我的一部電影 因為其實很多電影真的看看 然後回家 打完新德文就回家睡覺 那其實它真的是 當時有戳到我心中 它等於是 我壓垮我最後一根的稻草 就我當時真的要做下去 其實我真的看了這部電影 我就想說 好 我想要去做一件 我真的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三個主角其中一個 他是很喜歡攝影 然後他爸爸一直叫他去讀工程 當工程師 但後來他就說 他真的很喜歡攝影 對 然後 我覺得其實那個主角 他叫蘭道嗎 蘭秋 蘭秋 對 他其實有說一件事情 其實不一定 不見得是對 但是他說你做一件 你很想要做的事情 這個事情 說不定他可以未來 跟你帶著 卓越會隨之而來 對 然後或者是 假設你真的想要做 有金錢 或許你真的很喜歡這件事情 他搞不好就會帶給你 更多的金錢 也說不定 在附中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附中就是 進正 進來洪海 我覺得附中就是一個洪海的地方 每個人都非常非常厲害 每個人都 所以 當你想要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人這麼厲害 他上台大 你也上台 那我不上台大 我是不是就會輸人 所以你不太敢去 真的去追求 你想要做的事 所以變得在 我覺得在附中 我覺得它是一個好地方 但是其實有時候 它也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我覺得你要去想做 你真的未來想要做什麼 或是你 我覺得 或是說這樣的事情 是健不健康的 就是一直跟人家 一味的競爭 而且競爭一個 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或是你可能根本 不想要的東西 就是你把你的人生 不要想成 我的人生要套入什麼 而是我人生怎麼樣 切一些區塊 某些區塊做了 也許大眾期待你做的 也許你家人期待你做的 就是沒辦法 你目前是能這樣做的 或者是這其實也是重要的 然後去做不同的安排 也許是一個方向 那我接下來想要問的事情 就是剛回到我們今天一整天的主題 是背後低潮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整個分享到目前為止 都充滿了正能量 就是也許浩浩平常 就已經是那種搞笑式的那種正能量 然後今天又是那種心靈 就是生成式的正能量 那我覺得 我就想說 真的總是這麼正能量嗎 就是我覺得 今天有一個主題是低潮 跟或負能量這件事情 那在你們過去那段時間 你們印象最深刻的負能量 或者是低潮 或者是恐懼 就是這些類型的情緒 最強的那個事件是什麼 我 好 我先講喔 就是DFC 就是我們的組織 在2013年年底的時候 我曾經把它解散掉過 就是對我而言 我覺得在那個當下 因為組織不外乎就是人嘛 就是有時候人不合啊 或者是找不到錢啊 怎麼辦 燃燒靈魂 燃燒熱血 也只能燃燒某部分這樣子 那我真的不忍心 帶著大家一起 往沒錢的方向走 所以在那個當下 其實我是直接 就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就謝謝你們 然後我就選擇 把這件事情解散掉 那我當時問我自己的一句話 然後就是 這件事情沒有錢 我還願不願意繼續做 我還願意繼續做多久 我願不願意自己把它撐到 就是我覺得我值得了 那那個時候 我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就跟那個 凱倫比爾西里校長 那個印度的校長 我在跟他Skype 我跟他講說 我那個一打開 我就跟他講 我本來想要跟他說 我不幹了 可是你知道他那一接起來 他第一句話就是 阿嚕 然後我就 大哭 我就覺得說天啊 我怎麼可以把自己 搞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永遠都沒有辦法忘記 他就說 我就跟他說 我不要做可以嗎 因為他沒有付我錢嘛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做 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只要問你一開始 做這件事情 你做DFC是這樣子的這件事 你為 你有沒有對得起 當時想要做這件事情的自己 你的初衷是什麼 你記得嗎 然後我就說 我要讓全台灣的孩子 都做過DFC啊 相信自己有I can的力量啊 他說 對啊 那這是你的初衷 如果你覺得 這個 我現在目前我已經盡你所 盡我所能了 你沒有對不起任何一個人 那你唯一的就是要 帶著你自己的心 然後勇敢的往前走 像三個傻瓜裡面說的一樣 All is well 一切都沒有問題的 這世界不會因為 你不做這件事 崩塌掉 沒有關係 那但是你要對著 就是你就是跟自己在一起 仔細的想一想 嗯 所以對得起自己的初衷 會想那個原因 對 就解散團隊這件事 最大的負能量 是在什麼時候發生 最大的負能量 我覺得其實跟我剛剛前面講的 很像就是徬徨吧 因為其實我覺得 很多壓抑都來自於這些 我覺得其實最徬徨的是 我剛剛說 在選擇到底要不要去念書 那個時候 其實很徬徨 那當你真的 我那時候當我真的就是 決定了我要去美國念書了 然後我還記得 我在美國那個宿舍的前幾個晚上 其實我那個徬徨感是極限 暴表 對 暴表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完了 我頭真的洗下去了 那時候繳學費真的是 錢真的付了 支票 你沒有拿過三十幾萬的支票 一次學費 一個學習的學費就是三十幾萬 對 然後我想 哇 三十幾萬 然後什麼都給他 他想說要不要給 要不要給 那時候真的講到那麼多錢 就講宿舍的錢 其實一個學習 一個學習花下來四五十萬真的是 你真的 你會覺得說 哇 那錢這真用燒的 然後你爸媽匯款給你 真的是哇 這爸媽這幾個月的薪水 就這樣被我花掉了 其實那個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又加上 那時候其實我在宿舍 然後我是跟其他的學長一起住 然後那學長跟我講說 這次行很辛苦喔 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他說 如果你沒有做好準備的話 你之後真的會很辛苦 那時候我就想說 哇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因為其實我又是轉換科系 我大學是念經濟 可是我研究所是念 視覺特效跟動畫 那完全是不相關的領域 所以那時候我就只是 憑著一股青春熱血 然後只憑著 我很喜歡拍影片去念那樣的科系 所以那時候我就發現說 其實我很多東西 真是想得太夢幻了 其實很多很多現實的層面 我都沒有想到 所以那時候學長 當時在宿舍前一個兩萬五 我就想說我到底念這個東西 是對的還是錯的 而且頭都已經洗下去 你幾十萬都已經繳了 飛機都已經坐到那邊了 後來然後又沒幾天 我又開始認識一些 台灣產業界的一些前輩 他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去選這個科系 他說你不知道台灣的動畫 或是特效 你不管是研究所還是大學畢業 你的起薪 第一份工作就是兩萬五 我說兩萬五 那我兩三百萬五 他多久才可以還清 所以那時候其實壓力非常非常大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知道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後來就 其實我也沒有再多想 我覺得樂器想 只會把自己樂器 糾結在那個裡面 反而去做就好了 你就先去唸 唸的話怎麼樣 未來怎麼樣 不知道要怎麼樣再說 可是至少我覺得 我至少是學了一件 我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大學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每一堂課 真的就不知道在幹嘛 學這個東西 學統計 學經濟 未來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 可是學一個動畫的東西 至少你每一天 你會覺得說自己 學到了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甚至可以把它實體化出來 把它應用在我可能平常拍的影片 或是可能 之後可能做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其實 這一股開心的感覺 或這一股有成就的感覺 是可以壓過於當時那股徬徨 那股就是不知所措 我覺得其實很多不知所措 反而有時候你真的去行動的 可以去化解很多那種徬徨的感覺 那種做就對了的感覺 對 就做了就對了的感覺 很多網友有私訊給我說 他也想要做拍影片 可是爸媽完全 不可能讓他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 要 假設你真的覺得說 你就是要 因為其實真的高中要做決定 因為其實很多 我真的覺得17歲18歲還是一個很 你們或許很多高中生 已經覺得自己已經很成熟 但其實現在對我來講 17、18歲還真的還很年輕 是嫩嫩的 你還有四年大學 你還有四年時間 你可以再去更看清這個社會 你18歲所想的 跟你22歲所想的 一定會差很多 所以 你真的不用急的 你現在就要去做什麼樣的決定 或是說 假設說你現在讀了一個 假設說 爸媽想要讓我去念 志工系好了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念 假設經濟系 我想不開想念經濟系 但爸爸今天很想念志工系 那或許你爸媽在那裡 就是我覺得 就算你念志工系 你未來的出路 也不見得是志工系 真的 大學念的科系 跟你未來的職業 可能有八成 七到八成的 不會是一樣的 可能沒那麼多 但是 真的會有很多人 大學念的科系 跟後來念的職業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家長 我覺得可以慢慢說服自己的家長 自己可能想要做什麼 因為我覺得家長其實 他們會干預 他們就是希望你好 我覺得真的是希望你好 他們不希望你未來沒有錢 不希望你未來 生活很困苦 所以他們會希望你做一個 可能看起來 可能傳統會覺得很好賺錢的職業 律師 醫生 或是可能資訊工程 跟工程師 可能讓你希望你可以賺很多錢 但很多家長 他們是一味的想要對你好 但是他們可能會忘記說 你們可能真的想 真的喜歡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還是很多的大人的思維 是覺得說 喜歡不能當飯吃 興趣不能當飯吃 所以你居然喜歡這個 你未來賺兩萬五 你是能幹嘛 所以他們可能會用這樣的心態去做 叫你去做他們想要你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可以慢慢去讓家長知道說 其實你喜歡的這個東西 它未來還是可以變現 它還是有它的價值在 那這個價值 我覺得要看怎麼去跟家長慢慢地說服 然後我覺得 可以去想一下 剛剛學姐說的 就是比例原則 或許家長現在真的不能讓你 真的你沒有辦法說服你爸媽 你爸媽就是不要讓你去念你想要念的課程 你就每天慢慢地去 慢慢去偷做一點 你爸媽不想讓你當電競選手 你每天偷練五分鐘 偷練五分鐘 搞不好十年後你就會變超強 我覺得就是 當然只是一個舉例 但是就是你每天去做一點你想要做的事情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機會了 你爸媽真的就是好啦你去做啦 你當你自由的那一刻 你才有一些東西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算爸媽不支持 你真的怎麼去說服 也沒辦法的話 那我覺得先去慢慢去做 因為我覺得當你18歲 爸媽不讓你去做 你28歲你38歲 爸媽總不可能還繼續去管你 我覺得當你越長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越來越自由 但是你越來越自由的那個前提之下 你有沒有那個能力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要echo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我們剛剛有提到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阿嬤 你的阿嬤會認為那個群眾幾隻可以賺錢嗎 什麼是群眾幾隻阿嬤知道嗎 可能就無法嘛對不對 那這件事情有的時候其實是世代的不一樣 可是我們不一定 就是年紀的增長會有助於智慧的增長 這是完全沒有錯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真的是 我們必須要去聽聽看長輩們想要跟我們說些什麼 可是對我而言我有一個偶像 他叫道立先生 他常跟我講一句話就是 證明就是最好的溝通 他說其實爸爸媽媽很希望你好 你好再多說一點就是你快樂嘛 對不對 因為多錢感覺好像就是你就可以比較快樂一點嘛 對怎麼樣快樂 那你要怎麼樣子讓他看到證明你做這件事情你是很快樂的 那其實你就算一個月兩萬五你很快樂 那不是也是一個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嗎 所以這件事情證明是最好的溝通 有的時候我們不一定要fight 我一定要怎樣又要怎樣 有時候就是我跟你 就是我證明給你看爸爸媽媽 我每天都好開心喔 對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努力去想想我們可以怎麼做的 好 那今天謝謝就是欣偉幫我們的分享 然後還有浩浩的分享 那我覺得最後面最後面也給我們的 十大附中的同學 還有現場的觀眾的同學跟朋友們 給他們最後一點點你們最後總結 想要跟他們分享的一件事好了 當作今天演講的最終 那我們就請浩浩分享開始好了 就是希望大家勇敢去嘗試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吧 我覺得就是因為你真的還年輕 十六歲 十七 十八歲 就不要覺得說十八歲很老了 高三老人沒有 高三還超年輕真的 真的高三 你當你在隔一年你就變高一 你就變小大一了耶 你變高三老年變小大一 你不覺得這個過程非常很好笑嗎 有點輪迴 環境的問題 所以你還是你還是非常非常的年輕 所以你還有很多很多的時間可以去做準備 還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去去做抉擇 嘗試跟做抉擇 你不要覺得十八歲你上的那個科系 十八歲決定的那個科系 就是你這輩子的人生就這樣的沒有 就是或許你二十二歲 三十二歲四十二歲 你還有另外一個決定可以讓你去做 所以就算你做了一個失敗的決定 沒關係也去享受你那失敗的決定 我覺得人生沒有一定是對還是錯的 但是我覺得積極去嘗試 積極去找尋自己想要的過程比較重要 所以行動 那欣偉呢 你就是你在等的那個人 就是剛剛的那一句話 就是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的座右銘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時候都會覺得 我在等誰來救我 誰來幫忙我 或是都是他的錯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發現 其實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站出來變成那個人嗎 對 所以共勉之 所以行動吧 然後讓你自己成為你在等待的那個人 是今天的演講 希望浩浩以及欣偉帶給大家 會有一點的收穫 關於自己面對現在的困擾 現在的負面能量跟情緒 以及糾結的困難的選擇 他們的經驗 或許能夠成為你們參考的來源 那再次感謝大家一起參與 今天熱青年獎座 那我們也把掌聲 送給浩浩跟欣偉 兩位的分享好嗎 謝謝 謝謝大家 那這支影片 也都還會留在網路上 所以如果你覺得 今天的影片跟今天的分享 是讓你有收穫的話 可以把這樣的影片 在網路上 年輕人修爸的頁面上 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讓他們的正能量 還有他們經歷的過程 可以去感動跟感染更多人 那我們今天演講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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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